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个虚论 六部分来讲 现在我们首先来讲虚论部分 虚论部分我们准备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武经 武经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文化 武经对中国民族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武经与价值观的问题来 过去日与武经价值体系有什么联系 我们以下就这五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首先是金的问题 什么是金呢 我们大家可能在农村的时候都接触过 一些农村经验的同学接触过织布机 是吧 织布机上织布的那个线 终的这个线 这就是金 来回穿错的 这就叫尾 金呢 它是不变的 尾呢 是来回变动的 所以呢 这个金呢 就有个横产不变的意思 因此呢 文性雕龙就对这个金作出解释 金业者很旧的指道 不看着浑龙眼 它是云旧的一个最高的道 你是不能更改的 不能生于变动的 而中国这金属 它的意味着就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 它是不能随于改动的 那么什么是五金呢 我们要将五金 以前呢 有所谓十三金的 因为它是把结石金属的传也翻到里头了 我们这儿签调的这个金属呢 五金呢 主要是几部先秦的典籍 第一步是周一 周一它建的是天道 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凡式与哲学思想 第二步是山术 山术建的是丸道 周一建天道 山术建丸道 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 离比较复杂一些 它三部书 周一礼 礼记这三部书 宋元一来定的五金呢 是礼记 其实最早的金呢 应该是一礼 它简直是一个问题 就是礼的问题 它简直是人道 代表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 思呢 是建人情的 它代表着中国人的情感表现 春秋 是建四斐的 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价值判断 与道德坚持 这五部书 它这运在着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里呢 主要包括两个反面的内容 一个是人生智慧 再一个是价值体系 而这个价值体系是由这个人生智慧生发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 五金代表着怎样的一种文化体系 我们看周一 它是腿填到移民人思的 山术 它简直是金的爱民的 礼 主要简直一个金字 思呢 简直是自乎礼仪 春秋呢 是坚持以礼为价值制度的一个判断体系 那么五金它代表着一种 怎样的一种文化体系呢 它实际上是以刀德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体系 这个价值体系和西方以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是居然不同的 它五金对中国人呢 它是一个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这种文化 古人说 五金这圣日的惩罚 生命之大名戏 圣日的惩罚就是既定自发 就是你的总招塔执行的既定自发 而且是生命的命运所维系的一尊经典 它这个经典呢 它可以说是中国一切文化的一个源头 你比如我们现在一般的分 经思子集 现在思学 智学和文学 它都是从这个原理出来的河流 思是实的 智是虚的 文是活的 而经是昏然的 包容着一切的一种博大精神 它这个体系里头呢 有一种博大的心怀 这种心怀 我们在其他文化里头呢 就很难见到 我们看五金 它就体现了一种视线 它云远面对的是未来 而不是年下的利益 它要为万世开太平 它云远面对的是天下 而不是个人家族民族或者国家的利益 所以它这种胸怀非常大 由于它这种重大 这种博大的这种胸怀 对于我们淡代的人类和平的建设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看五金对于中国民族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里 我们就有争多的忧虑 因为我们近百年 中国人是颠覆我们这个静学体系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静点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静点 在西方国家的建坛上 他们是设立着圣经课 还搬着神学院 你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国家 要是学医的话 你必须学圣经 他们的经 也就是等于是他们的道德 他们的价值在里头 而我们中国人近百年来 是颠覆自己的经学体系 把这个经学体系颠覆掉了 但我们很少人思考一下 这种经学体系 对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谈这个经学 不能不见到一个人 这就是孔子 因为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 我们要知道 这个经典文化体系 是华夏文明 经历了首千年发展 到最后达到定分而参生的 一种代表人类文明最高形态的一种制度 一种文明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文化体系 建立这个武经体系呢 原因有连点 因为孔子那个时代 这种激烈了千年的这个文明 文明成果 遇到了危急 这种危急呢 就像我们20世纪中国文化 遇到危急的情况 差不多 这个危急 这种破坏力 对这种文化的这种破坏 颠覆 做了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周边的私益交情 中国不觉如现 我们现在读左传的时候 会看到左传里头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 说左传就是一部淫私 和淫乱的历史 而且根据左传来推测 人为私益里头也是这样的 其实不然 因为左传那个时代 是私益交情 很多少数民族的分属 已经进入中原 这种文明已经造出了一种很大的冲击 这是一个反面 第二个反面呢 华夏集团内部的礼本元怀 也是这种文明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原有的一些制度 继续了多少年的一些 被社会所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 也在被破坏着 那么如何才能挽救这种文明 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呢 建立经典体系 真是因为这个原因 孔子下了大决心 来振理经典 振理武经 我们大家显现 就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 孔子啊 他不过是整理了五部古迹啊 这五部古迹 他就先代用我们现在 今天人标点古迹一眼 你拿着这个去评支持的话 连个副教授也评不上 我们现在这种操作 在笔记本上这种操作 这里这么几十万字的文字 那不算回事 但是在孔子的时代 大家想过没有想过 孔子的时代 它是用主件 一根主件上 写二十几个字 二十四五个字 如果要把这五金这里出来 需要多少根主件 比如说乌子三千余篇 这三千余篇是多少根主件 算下来 那么五金 元仇它多少根主件 你想想 这种繁殖的劳动啊 这小猴的人力物力 是非常巨大的 可能那个主件对接 这个繁殖是装不下的 但是我们大家想 没人给孔子稿费 没有国家的支持 他要去做这个工作 他为什么要做 一个信念 乘传文化 要把这个华夏 吉利的这个文明传下去 要传下去 最好的载体 就是文本 就是这个经典 把这个经典 整理出来 让它完下传 传下去 只要这个经典存在 这种文明 就会延续下去 也真是因为 孔子建立这个 建立的这个 经典文化系统 使我们这个民族 历经劫难 而不衰 我们大家知道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怪 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文明 能够传下来 人为它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中国文明优秀 其实不是 恨重的原因 因为中国有孔子 由孔子整理的 这个经典文化系统 由这个经典文化系统 保证了这个民族的存在 外族人来了 你不管是哪个民族来 因为这个孔子 这个经典系统 到汉朝时候 又变成一种 国家仪式形态 为全民族所结束 这个时候 你不管是 你哪个民族的人 你要进入中原 你先统治这块土地 一个前提条件 你得结束这种文化 结束这个经典体系 你只有结束这个经典体系 这个民族的人 中国人才能去接受你 你不接受这个体系 中国人不接受你 所以你看早期的 要先必足 统于北方 他的入化 他的学习汉语 他学习经典 他还建民坛 你看我们大等地方 民坛一直不是发觉出来了 甚至他把他们的信息 都改成汉性 元朝人来了 怎么办 他拿五经 四处作为选拔人才的 一个教科书 他也得拿这个 满族人如官 他也得拿五经 结束这个五经 最后结束的 自己没有了 这就是元朝的 豪经所说的 能行中国的道者 作为中国的主 中国的道 就是中国人民这个道 就是 姚顺鱼坛的道 就是五经的道 你能行这个道 中国人就接受你 你不能行这个道 中国人就不接受你 这样的话 汉族政权 我们看 一个接着一个的灭完了 被少数民族 因为那个北方民族 那种前汉 那种骂上 那骂就是一个 就像坦克车一样 那种力量 要比汉族 这种徒步 去作战的 这种威力要大得多 汉族人在经过文明教化 就像我们大学生一样 你大学生和工人 和民工去搏斗的话 你能斗过他们 他们的力量 要比较大得多 这样的话 汉族的政权 我们看见 表面上看 一个接着一个的 被少数民族灭完了 但是汉族没有完 反而这个汉族是越来越大了 人口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很多少数民族 他们进入内地以后 奸着政权 他们汉化 学习汉语 学习汉文化知识 他们把自己 逐渐逐渐自己身上 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消除掉了 而自己融化到 就像冰块一眼 融化到汉族里头来了 所以汉族的人口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你比如说 从汉武帝到谭苏宗 这中间 大概七八百年的时间 我们从历史书上 看到这种人口迁徙 大约在六百万 就从北部迁到内地人口 大约有六百万左右 这六百万左右 如果你要把他的人口的繁殖 在这几百年之间 他的人口繁殖算到里头的话 人口繁殖要多少 显一显 但是到韩朝征管 十二年十几年 统计全国人 十四年 统计全国人口的时候 全国人口才一千二百万 那就是融合战争四万 融合 这样 你显一显 这剩下的这一千二百万里头 有多少是纯粹的汉人 显然很少 他是昏到里头去拿 你想我们现在的 很多称呼 哥哥呀 姐姐呀 这都不是汉人的 这都是少数民族的称呼 不是汉人的 那怎么能称 就是民族如何 民族如何带起来了 甚至我们今天的很多信 表面上是汉信 其实不是 你比如说信死的 信堪的 信车的 很多其实是洗漁来的 你说车 信车的 其实就是洗漁车之锅的后人 车之锅 就洗漁纪里 是不是一个车子锅 他们的人 后来车锅的人 改信车了 很多都困到汉 汉族里头来了 当然 他们可以在文贤里头 后人 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少数民族协同 他们可以在中国文贤里头 遭到一个 现今死后信车的 延续起来 其实和那个车子 很多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因为这种文化的原因 这个民族 虽然政权灭完了 民族政权灭完了 但这个民族没有灭完 反而这个民族越来越强大了 所以在母中意义下谈 汉族是一个文化概念 而不是血统概念 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看 孔子和武经 他对中国民族的那种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也 对这个问题 也不会那么有简单的办法去处理去了 以前有些人 甚至有些学者 在哪还在 叫发表轰动 说是一百个孔子也不如一个詹子仪 不如一个姚明 为什么呢 美国人由于姚明知道有中国的 由于知道詹子仪才知道中国的 等等的 但是你从文化史上看 从中国史上看 孔子的意义 有谁能比 武经的意义 有哪一部经典可以比 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武经与价值观的问题来 我们提出武经与中国传承价值观 同学们 可以意识到 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或者说是 潜在力中 以挑战西藩价值观 因为现在 这个社会上 是西藩价值观做主导的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一边催得七零八落 那是不是说这种西藩的价值观 就一定比中国的好呢 我们大家 我这个课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让大家去做思考 我不做回答 大家做思考 我们在比较中做思考 我也不说 中国的这种价值观 就一定比西藩的好 我们大家来做分析 分析是我们的看处 但是起码就是说 在目前来看 西藩的价值观输入中国以后 对中国人造成了一种 巨大的阴险 以及我们感到的一种 不是 有中国人在西藩文化的冲击之下 已经失去了自我了 失去了弃码的自重和自信 比如我们运的很多名词 很多东西都是西藩的 包括我们 怎么呢 坐飞机 登机拍拿到手了 是哪个韩版不知道 为什么呢 他没有汉语 你不懂外文的人就不知道 他外文他还是缩写 什么MU HO 到这是哪个韩版 不知道 但是说 你这个韩版到这是给谁开的 主要乘坐的是什么人 想一想 为什么你不搭汉语 你起码应该是有英文 有汉语 但是汉语没有了 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 就等能研究高明 我们很多男的女的染头发 把自己的头发 本来是黑头发很漂亮的 要染成黄头发 有的还染成白头发 那种 带有黄白颜色的那种头发 为什么 看见西方人是那个样子 圣灵馆发生了变化 我们汉族人 中国人 没有了自己的服装 我们从服装上也没有了 你看我穿上这个 重视服 我近几年穿这个 遭到了很多人的 朋友的一种误解 起码是误解 他穿上 就很稀罕 他平头平足 穿这个不错 好像大太极拳的 夏天把这个扣子运动 好像是黑社会的 为什么 我就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穿的中国服装 中国人看不习惯了 为什么 变了 世界上其他民族 都有自己的服装 其他国家 你看日本和服 在大街上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朝鲜服 我们到朝鲜去 当然兽尔看到的少 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很多的 但中国就极少了 这里就反映着一种什么 我们想想 我们只能跟着美国人走 现在西班怎么 我们怎么 这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们看见表面上是吧 我们只是说 我们衣着上戴着帽子穿着鞋穿着衣服 好像近期是这个山头发生了变化 或者我们头发染红了 这是表面的变化 其实不是 价值观发生变化 而且这种价值观 是从各个方面 磋死你贼 极度的现代表面 你比如说电脑游戏 电脑游戏 游戏什么 我们大家想一想 男的男孩 作战 那个机关键打着 杀人 有个年轻的朋友 有一次说起 我说起这个问题来了 他就说 他在过马路的时候 站到马路边上 恨过马路 他就进入了一个魔艺世界 先把哪个车打掉 我再过马路 进入那里 他把马路上的车都单成游戏中的那些东西了 女的 前几年我现在玩什么 我不知道了 玩偷菜 我们知道 偷在中国传统刀的里头是非常 这是被传统刀的所不容的 但是现在在电脑游戏中 被认可了 而且一次来整多胜负 偷作与中观论的 变成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一想 这个后果是什么 我们现代人前调现代化 其实我们真的得思考一下 我们绝大多数人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化 所谓的与国际结规 其次就是结束西班价值观 结束西班的东西 正根价值观 被颠倒 真是为了挑战 这种自配人类行为 200年的西班价值观 我们才提出了五金价值体系 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 甚至世界民众了解 建立在五千年智慧技术上的价值体系 是怎样的一种形态 它是如何为人类的和平发展 做出保证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挑战西班价值观 第二呢 我们要换回经学的那种真精神 什么是经学的真精神呢 那经学的真精神 其实就是以 人与理智性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 这个呢 是支配了中国人行为搜浅娘 而在今代被颠覆的一种精神 我们现在讲普世价值观 什么是普世价值观 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些普世价值观 我认为那不是普世 如果有一种价值观 是靠着一种制度来自称的 政治制度 靠着一种意识形态来做自称的 靠着一种文化来做自称的 这种价值观 都不是普世价值观 所谓普世价值观 它应该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 和道义先联系的价值观 不违背道义的 这才是普世价值观 人以理智性 这就是普世价值观 但中国的这种精神精神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遭到了批判 武士的泛传统 是一次大批判 当然我们今天要真确的来认识武士 由武士面对的那种情况 民族就完云动了 在西藩列前的侵略之下 一种哀国子 人死 青年 他们提出 他们把人为中国的落后 这种但死必顿挨打的局面 人为是和传统有关系的 在但死那种情况看到 传统 中国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以后 到民族时代 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多的污沟 这种文化替闪 伏了很多的污沟 很多的理性 原有的文化本来是很清净的 没有的 源头上没有的 到后来越流越昏浊的那种情况 出现了 这也是事实 甚至我们可以说 就我自己来说 如果我要生活在武士时代 我可能也会闪街头了 我和那些青年们一样 我也会去翻传统的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条件 但是翻传统过急 把正常的传统给颠覆掉 以前有些人就提出全盘洗话的问题 现在鲁迅提出中国的书不要读 最好不要读的问题 等等 这些 这是一种非常果急的一种行为 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一个反传统 第二次是文革 文革匹林匹空 文革匹林匹空 我们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以前我们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接受儒家的这个经典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那个时候接受的 怎么呢 是为了批判他接受的 有很多属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这个时候知道了 怎么呢 为了批判 包子上引出来 我们要学习 要学习 要批判 这个时候知道了 那个时候是 要从根子上挖掉 所以那个旧四线旧文化的那个根 来对这个 但我们讲 五四时代 这种反传统的运动 主要停留在 知识群体 知识群体里在进行着 第二次文革期间的匹林匹空 主要停留在 意识形态里 在人的生活的层面上 它有冲击 但不彻底 并不那么厉害 第三次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 我们一开 西方文化潮流版的 运入中国 多少艺术引进来 西方四线引进来 这个时候 一场反传统运动 这种生活习俗的层面 都开始翻了 你比如说 原来我们婚礼 穿的是红的 现在穿成白的 原来生日 做生日 小孩 是真的 馒头缠缠的 圆圆的 馒头缠的 圆的 大人是受讨 而现在 蛋糕 生日蛋糕 什么愚人节 情人节等等 都进到中国来了 一种生活层面上的一个春节 大的春节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他这种春节 不是说单纯的 词面上改变而已 而是说 他这个时候有大量的著作出来 很多社会大众都可以阅读 都可以看到那种东西了 再加上西方那种前世 那种物质上那种潜大的 那种历练 一种春节 物质的欲望 对中国人 有了极大的刺激 诱惑 感到西方那么潜大 我们这么了后 那什么原因 中国人臭漏 然后是中国什么都不死了 于是 学的胡尔语 陈同马汉人 把自己的走组 在美国哈佛大学 制教的林同奇先生 就谈到 说有些国人一个劲的 把自己的走组 这个在世界上 非常少见 台湾的一个学者 王尔明 他也谈到二十世纪 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世纪 出生了一群三性病患 恐怕自己错误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些人 把自己的走组 唯 洋人的马头死战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民族的自重心和自信心 在这个时候 彻底被摧毁掉了 完蛋了 我们在校园里 无论老的小的 我们都可以听见 还不是空门之道 嗨的 有多么的空门之道 我有一次 在一个车上碰上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在那骂 骂个地方管员 骂这个什么 最后骂到什么了 全是空老而嗨的 我问他 你读过陆运吗 我就不带读 但是他们并不理解 我们经典中 有着多么宝贵的东西 他们并不理解 那么我们今天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们其实就要换回 这种精神 中国的这种精神的精神 我们要回来 进入现在的课谈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 我们看看这种 建立在五千年 文明智慧基础上的 这种价值观 这种价值体系 是怎样的一种价值体系 这种文化精神 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精神 第三个问题 修复中国人 为人类未来筹划的能力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 目前已经失去了 基本的思考能力了 你比如说 我们的今天 是学习美国学来的 学习凡学来的 那么我们的明天呢 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呢 还得跟着美国人走 我们的明天 就是美国的今天 我们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没有了 因为我们自己已经 失去判断能力了 价值观 一切知识体系 全部结束的是戏盘的 不知道珍惜自己 走中留下的 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里头充满着智慧 人生智慧 人类要先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到答案 我们就像一个马拉松赛袍一样 马拉松赛袍 赶袍了20公里 美国在前我们在后 你看人家还是人家跑得快吧 你看你们 但是你要知道 四十里跑下来的结果 说不定跑得快的就累死了 因为你毕竟还不是最后 你还在过程中 你看现在西方 我们出现的重重危机 怎么来的 西方的价值观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千年的打脑思考的问题 和五百年打脑思考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五十岁的人和五岁的孩子 思考问题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就现在五十岁的人 他和那五岁的人不太一样 他思考的会更成熟 很多泛泛面门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 中国人已经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已经得出了他的结论 第一个问题 国秀人有武警价值体系的关系 我们看到 现在国秀人 兴起的一个情况 各地都出现了 各种班的国秀班 这种国秀班 他为什么要建立 为什么要办 大家想 而且针对少年儿童班 其实我们面临着两个危机 一个是天下丸 一个是人类丸的危机 所谓天下丸 是什么呢 刀刀融散 就顾言我提的是 有丸国的有丸天下的 丸国 一家一姓的丸 叫丸国 你比如说 孙朝 新昭的政权灭完了 明朝新著的政权灭完了 这叫丸国 天下丸 刀的龙散 人都变成秦首了 这叫天下丸 刀的龙散 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我们目前面临的 就是天下丸的问题 以前我们大家 闲一闲 独大米的问题 收担婚的问题 这个什么三军清安 等等这些 这些情况 为了赚钱 不顾 这个道德 这种情况 这种道德危机 再一个呢 人类丸的危机 更严重的一个 面对天下丸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家长 感到很危急 怎么呢 自己的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 如何才能健康成长 于此才 现实让孩子闪 裹销板 学弟子鬼 学三字经 学这个什么 孝经 等等的 这个 而人类版呢 这是一些大事现象 思考的问题 你先 我们目前出现的能源危机 生态危机 战争危机 等等的这种危机 而且现在世界上 各个国家都把自己 最聪明的打倒 运到了撒人武器的制造产 这对人类的威胁 多么的巨大 这种情况下 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了 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 如何才能生存 当然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 这种危机 无论是道德危机 还是人类生存危机 都来自一种以列 最求利益 最大化的这种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 倒入了目前的这种危机 这种价值观 是道理的 但是我们救的人很少 就像荀子淡草又提到的 全部争 则祸陀于雨 而人以为负 判断标准失衡了 祸附就在你的余外的 不断满足之中 欠存着 但是人还以为是 自己陷了负了 盘不得清楚 出现这种情况 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世界文化的大事业下 人们在做着选择 中国民众选择的是五金 西方一些中联级的学者 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潜在的意义 大陆学者和海外的学者 他们一批学者都看到了中国文化 这种智慧 对人类未来生存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特别是阴线比较大的 就是韩内斯博士 就是诺贝尔监警的活得着 在巴黎开会 他提出 人类要先继续生存下去 必须从返回到两千五百年前 从孔子那里挤去智慧 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五金价值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问题提出来 让大家了解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传统的价值观 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在和西方价值观的对比中 我们来认识它 我想人类未来的文化选择 应该是领域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选择 好 我们直接开始到这里